娱乐圈又迎来了盛会 知名导演 实力演员 热门歌手 流量艺人齐聚北京 一年一度的微博之夜正式拉开序幕 每年的微博之夜都会热搜罢品 出场的名场面一个接着一个 而红毯往往是焦点中的焦点 明星们都会在造型上做足文章 谁都不想在气势上输给别人 1月13日一大早 明星们就陆续发图 微博之夜首播造型图也新鲜出炉了 有网友调侃 我都还躺床上 他们都出图了 毕竟微博之夜出席的明星众多 一不小心就被热搜淹没 早早出手也未尝不是一种奇招 余文问身着时尚品牌秋冬婚纱系列 鲜奢鱼尾裙 宛如温婉优雅的人鱼公主 修长的线条一览无余 张芸汐同样也是早早晒出了精修图 仿佛神女降临 AI建模脸记事感非常强 整个造型图别出心裁 氛围感拉满 在一众女星中占得先机 不过道具蜡烛的使用显得画蛇天足 让气氛变得更阴森 刘涛工作室也晒出了一组精修图 酒红色长款礼服 造型复古优雅 丝绒提升造型质感 不过这样的礼服拍摄上大片 确实很出彩 一旦到了红毯环节 生徒很可能会把艺人称得很老气 许佳琪也同样选择了深红系列的礼服 礼帽的装饰让整个人一下子俏皮了很多 不过整个造型过于老派 浓浓的剧场风 感觉下一秒就要在红毯上玩唱跳了 景田选择一席华美 坠花长裙出席微博之夜 照片中气场全开 配得上人间富贵花的称号 不过发型设计成了败笔 丝毫没有什么美感可言 生生破坏了一张精致的脸 看上去过于老气和成熟 西林那一 高选择去海边拍摄了一组造型图 一身黑色礼服 厚重感很强 看上去像高贵的黑天鹅 神秘而不失灵气 李一同的造型很精致 看得出团队是花了心思的 一身白色坠花裙 清新可人 99朵小白花洒满全身 把春天穿在了身上 青春感扑面而来 小花邓恩西 选择一身淡黄色吊带裙出镜 明艳的颜色很抢镜 像一只清纯的小天鹅 有一种独特的淡雅气质 非常吸引观众的目光 清晨近年来 一直都是红毯的常客 每一次的造型都大胆创新 不过这一次的造型图 显得很随意 一同装 搭配中分长直发 装面很显脏 虽然有奢牌加持 但黑高跟配上条纹裙 显得廉价感十足 摄影师直接拖后腿了 全靠一张脸硬撑 女明星中最勤奋的 要数宋毅了 别人都还在憋大招 她的工作室 已经早早出了 两套精修图了 宋毅的第一套造型 选择一身金色礼服 整个人看上去 像偏偏起舞的蝴蝶 优雅灵动 造型创意是好的 不过金属头饰 一下子破坏了整体的和谐 美感 与蝴蝶翅膀根本不搭配 有过度凹造型的嫌疑 宋毅的第二套造型 算是回归正常审美了 黑色拖地长裙 凸显身材 珠宝的点缀也恰到好处 看上去更有惊奇神 不出意外的话 宋毅此次微薄之夜 还会有下一套礼服出现 你明星真的是太拼了 今年的微薄之夜 群星璀璨 又是一场流量的盛宴 主办方也接住了这破天的富贵 很会整活 特别邀请了设计师余一蒙 为明星制作了数字高定礼服 三套礼服分别是 李莎玉子的古兰 吉娜的花喜 和徐若涵的仙台 古兰数字高定礼服 如空谷幽兰 静蜜间浊然绽放 大气磅礴 棱角分明 展现的是女性的独特力量 李莎名字高挑的身材 和白皙的皮肤也成功驾驭了 这套数字礼服 整个人看上去又洒又美 花喜数字高定礼服 如花朵绽放 看上去温润细腻 既凸显了女性的高贵典雅 也展现了中国传统陶瓷玉气之美 吉娜身材线条很美 穿上这样的高定 气场一下子变强了 仙台数字高定礼服的配色抢眼 金银剔透 流云理睬 仿佛来自仙界的裙子 高贵而充满神秘感 徐若涵是典型的氧气韩系美女 与这条充满东方美学的裙子 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仙气十足 灵动而又有余韵 这次的数字高定创意 很有想象力 金修图发布后 引发网友的热议 这也给女明星了 打开了新思路 未来的红毯造型 可能会有更多奇思料想 期待大家在数字这一块也能卷起来 女明星都装扮得美美的 造型图一个比一个精致 男艺人就不走寻常路了 一言不合就玩神秘 各种预告图掉足了粉丝胃口 周毅然晒出一张很随意的图片 背对着观众 留下望艳遇穿四个字 给人无尽的遐想空间 邓维工作室只晒出了剪影图 迷人的背影加上优秀的侧颜 一下子拉满了期待值 不过有时尚博主已经提前接力 邓维这一次很可能选择 时尚品牌夏季系列的彩色双排扣大衣 期待工作室正式出图 米卡这一次不再选择发疯 不过工作室的金修图 看得人云里雾里的 这是典型的繁花后遗症了 光影效果拉满 但人物反而成了陪衬 魏大勋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张出发图满满的氛围感 皮手套加上眼镜 整个人都散发了迷人的气息 首播明星造型图只是个开胃菜 杨幂 杨子 唐烟 迪丽热巴 王一博 谭剑刺等顶流艺人的造型才是大餐 小编已经对接下来的红毯充满期待了 微博之夜 犹如一场璀璨的新夜盛宴 于1月13日蒲玉般绽放 从1月4日揭开序幕开始 微博之夜的阵容陆续亮相 一场精彩的娱乐盛世在宣告开启的同时 也揭开了新生力量的帷幕 初期的官宣 多数涌现的是娱乐圈的新秀 虽然他们的粉丝规模相对较小 但热情却犹如火焰般燃烧 然而 直至王赫帝和邓维的官宣 一股新的流量浪潮席卷而来 粉丝们的评论如火如荼 豆瓣上也掀起了一阵新的铁巢 尽管这些新秀们仍停留在粉丝的小范围内 但局势在1月11日官宣的肖战和迪力热巴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如风暴般席卷而来 肖战和迪力热巴的官宣已经发布 即刻登上双榜高位热搜 阅读量更是轻松突破一击 实时发现中 人们纷纷表示 只有他们参与这次活动 微博之夜才真正有看点 相较之前官宣的阵容 浏览量甚至不值得一提 与肖战和迪力热巴的魅力相较 宛如昙花一现 肖战和迪力热巴 每一次活动都如烟火般绚烂 全网瞩目 他们的红毯造型仿佛一场时尚盛典 在网上掀起阵阵连衣 迪力热巴腰臀笔 肖战气场等词条 轻盈登上微博热搜巅峰 然而 这仅是他们活动中的序曲 那场的互动与交谈 同样成为高清特写中的焦点 为何肖战和迪力热巴 能够一直保持如此火爆的热度 这其中蕴含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 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外貌条件 成为内于长青的基石 在演艺圈 身高和外貌并重 而肖战和迪力热巴 不仅外貌标志 更是身材修长 这成为他们红遍的最基本前提 演技或许可塑 但身高和外貌的优越性 却是无法替代的 举例而言 谭剑刺和拘禁一 虽有专业才华 却因身高制约 总是与大流量擦肩而过 其次 除了外形的引人注目 肖战和迪力热巴 更在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持续输出优质作品 近年来 两人在影视领域 涌现出众多佳作 热度和口碑齐飞 《御谷遥》 《梦中的那片海》 《安乐传》 《公宿》等作品 涵盖多种人设 完美展现了他们的演技实力 肖战更以音乐作品光点 取得不俗肖量 丰富了他的艺术履历 这种多方位的才华 使得他们在娱乐舞台上 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然而 王赫帝 邓伟 于是 龚骏等近几年新涌现的流量 整体来看仍稍显乏味 他们多半凭借一部剧 瞬间引起轰动 却缺乏优质作品的积累 王赫帝的《苍蓝爵》 和邓伟的《长相思》 虽成为亮眼之作 但其他剧集 仅是主角身份的标签 可拿捏的作品屈指可数 王赫帝参演的《流星花园》 《江夜二》 《玉龙》 《我们的西南联大》等 皆是南一号身份 享有资本热捧之力 而邓伟之前每个角色 都是深情的男二 得益于强烈的角色滤镜 这些新流量 之所以只有一部作品窗红 根源在于 他们一开始的路途太过平坦 未曾经历老牌明星跑龙套的艰辛岁月 意味领略到挑战角色的漫长历程 认为自身扛演男一号 理所应当 却忽视了提升演技的必要性 反而频频涌现小牌大耍 片场发火的新闻 演员是一个需要真实生活体验的职业 缺乏足够生活经验的 他们难以呈现出角色的立体感 而正是这些新兴流量所欠缺的 是塑造角色所需的底蕴 他们无法娴熟地扮演主角 却又不愿踏上跑龙套之路 因此即便被赋予大量主演资源 依然暗淡无光 偶尔一部剧在巧妙时机和有力因素的共振下走红 开始频繁露面于公众之前 但这样的突然崛起 缺乏说服力 观众见到他们时只会感到困惑 除了这部剧 他还有什么 为何突然火了 而肖战和迪丽热巴的情况 则截然不同 他们是从配角逐渐崭露头角 也历经了无戏可演 试近遭剧的坎坷日子 因此 他们更加明白 有戏可演是何等珍贵的事情 更加努力地抓住每一个机会 如今 老牌流量专注于拍戏创作 或将重心转向家庭 而新兴流量 却难以承担年末这些大型活动 导致一些人认为 如今的内娱略显乏力 因此 真诚希望演员们 不要执迷于追逐流量 固守范围 只要人设和剧作出彩 流量自然会随之而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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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